选战真的都是有的乔啊 不满杨秋新拖党参选 还发表有条件支持EGBA 高雄市有十几位的里长呢 发起了顾大局挺台湾大队 来抗议杨秋新背弃民进党 甚至大骂他是全民公敌 还激动下跪 为过去支持杨秋新而道歉 不过呢杨秋新再度的表达心意已决 同时呢对于过去的同志如此之攻击 他感慨说呢比敌人还可怕 激动下跪还磕头 他是前高雄市安东里的里长 民进党初选时支持杨秋新 他激烈下跪为过去的选择道歉 杨秋新 因你的公别 杨秋新 因你的公别 不满杨秋新高雄市十多位里长 发起顾大局挺台湾大队 大骂杨秋新背弃民进党 还发表有条件支持ECFA 民进党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围剿杨秋新 现在连基层里长都激烈劝退 杨秋新再次重申 心意已决 没有必要啦 那大家过去都是好朋友 那我已经决定参选 那只是说在不同的道路 托党参选走中间路线 杨秋新早就做好 会被万箭穿新的准备 但他感慨的说 实在没想到 习日同志的手段 竟然比敌人还残忍 你看可不可怕 因为我常说太多 这个这个 所以感触太深了 中天新闻季节恒包经营 SNG小组高雄报道 小组高雄报道